去年在香港幽麻的的老街 还曾见过一家水果当这样标 住住所出售的西瓜 这句看起来幽默的话 距离钟楚红西影已经27年 但从中很容易窥见他新日的盛况 香港居民曾调侃发 不过周润发红不如钟楚红 在香港电影定胜的黄金期 他们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标签 在香港电影最为繁华的年代 女星里最富盛名的组合被称 方红侠玉姐妹艳芳 钟楚红 年轻侠张曼玉 那个年头 钟楚红在这个组合里 确实都是名列前茅 甚至连张曼玉都是她的小妹 曾被视为香港影坛的相宴传奇 钟楚红比起许多说隐退 用惦念复出的女星来说 她在顶盛时期转身 直到多年后的复出潮礼 也只留下了传说 香港电影《最繁华的时光》里 女星各有各美 王祖贤的清理 张曼玉的林董 林青霞的英气 梅艳芳的霸气 那年头最美艳的公认是钟楚红 一头打波浪 卷发 笑容礼仿 浮藏了火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许多 香港大电影里 钟楚红都是最受宠的女主角 从秋天的童话 纵横四海 她长阳在周润发 和张国荣深策容光换发 被认为那个时代最具动态美感的女星钟楚红 靠韵魅和灵动取上 当年香港媒体票选性感女星钟楚红 问鼎榜首郑玉玲张曼玉王祖贤 林青霞 励志等都在她之后 只是性感 在那时始争一词 喜欢的人说她是香江梦露 不喜欢的人说她艳俗 那个没有枝子脸的年代 钟楚红的苹果脸是最大的特色 她明艳的笑容 突破十性的韵律路线 虽然从来没有拿过一次惊象 讲最佳女主角 但没有人否认她的演技 甚至都很少还有人 记得她是一名港姐 出生在裁缝之家 19岁的钟楚红 因为穿不惯高跟鞋 而在比赛中落选 之后她还被提为B 是竞气选 但是刘松仁一眼看懂 她不同大流的闪光点 邀奇同主演 杜奇峰指导的首部电影 《闭嘴寒山夺命军》之后 许安华导演的胡跃的故事 让钟楚红又得名 到盖章 同时也开启与周润发的搭档 比起当年许多明星 都是从电视剧出道 她从一开始就是电影明星 而她与周润发的CP 也开启了香港电影 最经典的搭档之一 1991年 当同被女星正在全力拼搏时 钟楚红拍完至今都会 为经典的纵横四海 以及许安华导演的 吉岛追踪后 小人吸引之道两部电影 在1994年上映结束后 正式淡出拍过60部电影的 她在鼎盛时依然转身 只留下一如既往的从容微笑 当年的女星也有不合的传闻 但彼此之间的交情 也大多都是实实在在的 即便是同level的方红侠语 彼此感情也是熟络的 钟楚红与林青霞 曾一起拍摄到网蛋 私下的交集也可谓相当多 钟楚红和梅艳芳 虽然交集并不多 但因张国荣最为惦念梅艳芳 而彼此开始熟人 梅艳芳弥留之际 她曾撒泪前往探访 在其追踪活动中 钟楚红也登台悼念 只眼为其最后承受的痛苦而心疼 与她走得最近 也最曲折的是张曼玉 因为王晶早期的青蛙王子而合作 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钟楚红结实 刚刚步入影坛的张曼玉 不料两人算是一见如故 此后又陆续合作 月亮星星太阳 刘金孙玉 张国荣音乐电影 日落巴黎 而成了闺蜜 其中值得一说的是刘金孙玉 艺术的原著小说 改编最为经典的一部影视 可被认为是古早版七月雨 安生 钟楚红饰演的索索 和张曼玉饰演的男生 真是一代记忆 然而女性的闺蜜情太难为戏 当年贫传音张曼玉 说漏钟楚红与周嘉鼎的恋情 钟楚红进而也透过采访 说漏张曼玉与尔东生的恋情 这让闺蜜就此反目 随着钟楚红嫁给周嘉鼎 张曼玉则与尔东生分到扬镳 闺蜜蜜十几年都不曾缓和 有理有趣的不和 在娱乐圈并不多见 钟楚红和张曼玉从闺蜜变陌路 也是各路话题焦点 因为钟楚红 但初后稍有露面 更是难以求证 不过当年张曼玉在接受采访时 曾坚称圈内好友 楚开梁家辉与张国荣 第三个非红不莫属 作为两个女生的共同闺蜜 张国荣也曾在采访中称 两人所谓不和更多是被舆论裹挟 张曼玉也坦言不少商言都在挑拨 导致不得不疏远 好友复和和情侣吵架 都是一个道理 谁先开口最难 当年张国荣撮合不少 叶倩文又左局邀请两人吃饭 见面就都是人了 这些年钟楚红继续安心在娱乐圈外 张曼玉任性的唱起摇滚 而他们的友人张国荣 梅艳芳等也相接离世 甚少公开 露面的两人一同前往吊艳 钟楚红老公朱家丙去世 张曼玉虽然任为道场 但却对外表示被好友的中国 美国勇敢所打动 曾经都是大经纪人陈自强的旗下双花 钟楚红与张曼玉的人生 何尝又不是像流济岁月里的故事 从年少轻狂到新生界地 最后又能云淡风轻的响入一幕 2011年陈自强近生 两人亲密同框 即便都已经认入中年可看过背包离合的情谊 却多了浓度 2007年钟楚红的老公朱家鼎 因为癌症去世 这让不少传闻都猜测 她将付出还显内心苦楚 但她对外宣布永不付出 看似永远待人的她有助许多人所不能及得坚韧 在鼎盛时期 嫁给广告策划人朱家鼎 钟楚红当年的婚姻 曾被外界认定是下嫁 凭她当年胜是美元 身价并不多的朱家鼎 绝对并非财富 排名前列 事实上她的选择并没有出错 虽然被认为是美艳过人 但在当年女性不缺豪门情爱纠葛的局面里 钟楚红的感情识别 只有成龙与朱家鼎两段 关于成龙是因为和拍齐某妙界五福星时传出绯闻 但因为传闻太热 她推掉了第二部的拍摄 作为澄清 这也让胡慧中接棒走红 在这段传闻之后 钟楚红与广告才子朱家鼎合作 与球王贝利同演某运动片牌广告 当年响演这支广告的女星实在多 朱家鼎一早就想好要邀请心仪的女神出演 这支广告之后 钟楚红与朱家鼎坠入爱河 1991年在美国举行婚礼 并全面吸引安心做人妇 为了迎娶钟楚红朱家鼎当年请来英国王室 御用设计师设计婚纱夫妇俩甜的经验相将 夫妻还在婚礼后 协议丁克并坚持了16年 比起许多说好一起的白头 却偷偷举了油的耳朵声 钟楚红一早就看中 朱家鼎的才华与痴情 两人一路从无绯闻 无论多少片约 他也不再付出拍戏 2006年朱家鼎被爆灌癌 钟楚红一路陪伴照顾 四年朱家鼎去世时 钟镇涛曾抱出其遗言 是希望钟楚红要坚强 一是夫妻于他们而言 是彼此的真诚与无尽的照顾一度 钟楚红被认为丧偶后精神推理 但没完成丈夫遗愿 他近年来开始活跃在各类公益活动中 虽然年龄不等人 可他依然迎刃光彩 如今在看钟楚红 每次露面的照片 眼角眉梢 已经有了岁月的痕迹 不过他的笑容依然温暖 他会把自己打扮得舒适体面 比起曾经多了一股安静的力量 也曾有传闻称他将在家 一贯淡定的他对外宣布 此生不再改嫁 与朱家鼎的爱情 回忆足以滋养余生 前半生看过福华 德国中人 他如今会热爱旅游和摄影 让生活活的尽力低调 随着不少古早女性付出 曾有传闻称 偶像来的 请年轻霞说服他参与节目 但最终没能如